我先掌握的是Selina的伤势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她的好朋友 也就是SHE的其他团员 包含了Ella和Hebe 他们昨天回来了 提到好姐妹Selina的伤势呢 Hebe不愿多谈 Ella是讲到多次哽咽 但是他们说啊 他们也呼吁粉丝们 不要马上去看Selina 应该把时间留给她的家人 更重要的是 要让Selina好好的修养治疗 没有了平常活泼开朗的表情 Ella戴着大墨镜 神情严肃的走出机场 对好友Selina的伤势 Ella难过的心情 从讲话的口气 就可以听得出来 一切都是非常的突然 然后但是 至少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然后很谢谢大家关心 因为她是一个 这么有人疼爱的女孩子 那我还知道说 她今天有去做了第一个手术 那我想应该是顺利的 而Hebe更是难过到不想多谈 就是自己亲自祝福大姐 放在心里就可以 不用面对观众 不好意思 其实得知Selina受伤的消息之后 Ella和Hebe上演时 就面无表情 看得出来他们心系好友伤势 不过这次反台 还是忍住了第一时间 想去看好友的心 我今天不会过去看她 因为想要把时间留给她的家人 然后让她好好休息 然后明天我们才会再过去一起看她 记得不管是一些演出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表情 目前应该是要 目前应该是要往这方向去 因为毕竟她也没有办法做 对于好姐妹的伤 Ella语带哽咽得快要说不下去 而两人也希望歌迷朋友 可以跟Selina祝福 希望她能早日 再靓丽地重返舞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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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